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降落 那么我们此次的目标地点在于这一个地图的左边的隐藏图内 而这一个隐藏图的解锁条件是两位陈岛仙主和三位云野仙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就是陈岛和云野的图标 那到了新地图 我们先去蹭云恢复能量 然后转一下视角 那么我们要往那个山顶飞去 成功降落后我们沿着这一个山顶跑 那么记着我们会看到一片大草原 我们现在要往云的方向前进 那么到达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方形弧 然后我们往下跳 那么到了湖上面我们可以调一下角度 然后去蹭云 然后视角往右 我们就会看到黑色的建模 我们的目标是往它的下面飞 那从这里深蓝变成浅蓝色的场景 那代表你已经成功进入到了湖中的建模内 那么小伙伴们不要惊慌 我们慢慢的等着它浮上去 浮上去后我们开始往里面游 然后我们往这一个坡底下游过去 那接近这里的时候 看到一条黑色长形的东西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啦 那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呢 调整一下角度 然后会看到一个三角形尖尖的地方 我们要从这里进入 那么高人进入的时候呢 可能会稍微卡着 被卡着是因为我们的人物太高 这个地方太矮 那卡着的时候我们多按几次跳的按钮 它就会跳出这个被卡着的地方 然后我们坐下来拍照就可以了 那么坐下过后 如果你想要把距离调远的话 那我们再调整一下视角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跑法呢 需要戴矮人面具 那么我们出发吧 那么一开始的路线和之前是一样的 我这边就打快处理 那么进入地图内我们往对面飞 接下来我们要找一块坡地去顿地顿下去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目标地点 现在我们要跳进湖内 成功跳进湖内过后呢 一样我们往尖尖三角形的地方迈进 这样我们就到达啦 你们学会了吗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照片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看完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